拿着船长坐在蜻蜓上露出自信阳光的表情 他就是龙中选手陈宇安 最近为了三月登场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进行训练 十六后凌晨出门要跟团队集合进行练习 不过却在路上发生意外身亡 凌晨骑车出门却摔进时空的立坑里 陈宇安五个小时之后才被上班的工人发现 不过还是没能救回 妈妈也在脸书上心碎破文说 儿子我想你了 忍了整天的眼泪夜晚还是爆发 就让我好好哭一场吧 铁亮之后打起精神帮你找出真相 妈妈真的好爱你好爱好爱 新有也针对施工防护提出质疑 陈宇安今年二十八岁 曾经多次代表台湾出国比赛花龙舟 还加入国家队 二零一八年参加亚运会夺下两金一银 二零一九年市竞赛也有两金两同的卓越表现 今年才刚入选委这次亚运培训队没想到却意外身亡 十七号法医也针对此因进行详宴 为何骑车的途中会冲破围林护栏 家属也在脸书上请大家帮忙提供事发的相关 影片要还原意外真相 靖新闻杨仲强张锦涵红伟还要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靖好新闻